而为了推广瑞穗在地的特色鲜乳 展现瑞穗落农事业的活力 瑞穗香公所和瑞穗香的乳牛产销班 第一班合作 办理了乳香瑞穗鲜乳推广活动 乡长陈进光也亲自到火车站的月台 快闪发送鲜乳给游客民众 推广鲜乳标章之外 现场也有大声工以及喝鲜奶的比赛 民众热烈参与大口喝鲜奶 以上的过程相当的逗趣 在台湾续产协会的支持协助下 瑞穗香公所第四届鲜奶节热闹展开 为了推广瑞穗特优的 落农产业及鲜奶产品 乡长陈进光更带头领军 前往车站快闪发鲜奶来推广宣传 另外也办理学乳牛谋叫声的大声公王 趣味竞赛以及快喝鲜奶王比赛 民众热烈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三 二 一 四 瑞穗香公所为了推广在地特色鲜乳展现 落农产业活力 与乳牛产销第一班合作办理这一场 乳香瑞穗鲜乳推广活动 瑞穗香落农产业历时悠久 在落农的努力下 也获得政府合发的鲜乳标章 为国内消费者把关 让民众能放心选购安心饮用 乡长陈金光表示 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各项产业的结合 期盼瑞穗乡亲都可以成为瑞穗鲜乳最佳代言人 推广瑞穗在地的鲜乳魅力 并感受瑞穗乡 乐活养生友善及健康活力成正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